啦... 这位小朋友 早安 校长 早安 小朋友 你看起来很开心 很爽朗的样子 校长 我每天都好开心 每一天都好期待来学校 小朋友 真棒 你不只是手师 还带着一颗欢乐的心来上学 谢谢校长 其实来上学好好玩 老师时常给我们玩游戏 在学校还可以认识很多朋友 太开心了 那小朋友 你要加油 好好学习 我会的 校长 我先进课室 再见 再见 D-DTV KPM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陈丽婷 那刚刚看过了一个小小的话剧表演 有没有觉得很有趣呢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在学校遇到老师 所以主题就是我的学校 可能会遇见老师 也会遇见校长 那进入我们的整个内容之前 先介绍今天的老师好了 是来自学浪州家谱的黄诗婷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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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欢迎黄诗婷老师 老师你好 丽婷你好 大家好 我是黄老师 来自雪兰儿洲巴生家谱印华小学 今天老师带来了两位布偶朋友 我们来看看吧 哪两位朋友现场没有看到 两位朋友就在这里 首先她是甜甜 我把甜甜交给丽婷照顾 甜甜给大家看一看 阿姨好可爱的粉红色的甜甜 还有一位是咪咪 咪咪 那老师带两位小朋友来 是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吗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的学校 我的学校 学校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有很多小朋友可以跟我一起玩 对 丽婷你喜欢上学吗 当然喜欢 因为人好都好热闹 对了 是 那老师 老师要带我们去学校认识更多的朋友吗 对的 好 丽婷你知道 早上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打招呼吗 我知道 早上的时候如果遇到老师 我会跟老师说 老师早安 然后我会职工 太棒了 丽婷 那我们可以问看浅浅 浅浅 午安 下午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打招呼呢 是 下午的时候我看到我的朋友 我会说 朋友们 午安 我们一起去玩吧 太棒了 丽婷 那我们要不要问看蜜蜜呢 蜜蜜好寂寞 对啊 把蜜蜜晾在一边抬起来 蜜蜜你好 你好 那蜜蜜会讲什么礼貌的用语呢 浅浅 你好 你好 我知道 我知道 晚上睡觉前呢 我会说晚安 对啊 要跟爸爸 妈妈 外公 外婆 或者公公婆婆说 晚安 我们要睡觉啦 是的 今天呢 丽婷和蜜蜜和甜甜 所学的呢都是一些礼貌用语 可以比如说有 你好 是 你好 老师你好 你好 丽婷 我们有谢谢 谢谢老师 对 就是上课 一堂课结束的时候 我们会站起来说 谢谢老师 老师再见 再来就是 老师 刚才我们有说早安呢 早上班的时候 对了 早安 老师早安 校长早安 还有如果是下午班的话 我会说午安 老师午安 校长午安 对了 太棒了 最后呢 睡觉之前 你要说什么呢 爸爸妈妈晚安 是 好棒 大家好棒 是 老师这个在课堂上 可以学到这么多的礼貌用语 好 刚刚老师 把你们所学的礼貌用语 都编成了一首简单的耳歌 我们一起来唱歌 我们一起来唱歌 好吗 好 我也要听歌 也要唱 好吧 我们一起来唱歌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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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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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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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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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好 晚上好 你好吗 你好吗 我很好 我很好 谢谢你 谢谢你 天黑了 夜晚了 晚安 晚安 谢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棒的歌曲 实在是太好听了 老师呢 就把所有的这个礼貌用语 都串在一首歌里头 我们马上请老师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 今天我们学的五个礼貌用语好不好 好的 那不如我来考考力庭吧 好 那五个用语 首先从早上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请安呢 早上的时候呢 我会说 早安 老师 早安 好棒哦 那下午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出去游乐场呀 还是和妈妈出去买东西 我们看到长辈或者是朋友 我们应该怎么请安呢 我会说午安 妈妈午安 朋友们午安 正确 那晚上呢 我们要睡觉之前 我们应该说什么 晚上一定要说晚安 妈妈 爸爸 晚安 才会有美梦呀 太棒了 别忘记我们还有两个礼貌用语 另外一个是我们很通用的 就是可以惯用的 不管是早上也好 下午也好 晚上也好 都可以用的 那是什么呢 那个就是你好 你好 太棒了 最后一个就是当别人给我们东西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说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说谢谢 谢谢 对了 谢谢 这个礼貌用语是非常重要的呦 谢谢老师 好 我们这里也休息一下 回头继续再给大家分享更多的礼貌用语 不要走开 这是我的学校 我爱我的学校 同学们 我们一起去上学咯 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我的学校 在学校里 我们会学很多的礼貌用语 比如说你好 谢谢 早安 午安 或者回家的时候 我们也会跟父母亲说晚安 那不知道接下来我们还会学什么呢 赶快来问一问黄老师好了 黄老师 接下来我们还要学什么呢 在我们还没上课前 老师要带一个新朋友给你们认识 她是 我们来听听看 哈喽 李婷 你好吗 哈喽 小朋友 你好吗 哈喽 我是安安 安安 你好 哈喽 哈喽 老师怎么会把安安带来呢 因为接下来呢 老师和安安要给你们介绍一个魔法 有魔法的字 是什么是魔法的字啊 我第一次听到呢 在还没开始前呢 我们来看看安安有什么要说 安安 你是有什么要说的吗 是的 今天我要介绍给你们认识我的学校 学校 学校有什么呢 好 李婷 我们来看看 这是我的学校 英华小学 是的 我的学校是英华小学 学校有很多设备 老师 快点带我去学校里看看 好 李婷 你再看看 这是哪里呢 这是课室上课的地方 对了 李婷 你真棒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李婷 阿安想问你 平时你在课室都做些什么事情呢 在课室啊 我当然是听课啊 有时候老师也教我们做手工啊 也画画 有时候也有唱歌 有跳舞 笔手语 听起来好好玩 对啊 好有趣 对啊 可是 李婷 李婷 我有件事情想请教你 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得上忙呢 平时上课的时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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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上厕所 可 可是 我 我不敢告诉老师 没问题 让我教你怎么做 那如果是我想要上课的时候 我会举手跟老师说 老师 请问我可以上厕所吗 哦 原来如此 老师 老师 是这样的吗 嗯 李婷 安安 对了 你们今天都学了一个有魔法的字 那就是请 请 是的 请 请这一个字是很有魔法的 那怎么说呢 请这个字是非常有礼貌 而且对别人表示尊重 当我们有要求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礼貌地提出要求 是 那老师除了说上厕所的时候 我们可以请之外 请问老师能不能允许我们上厕所 还有在哪些地方我们可以用这个魔法字呢 嗯 安安 你觉得可以在什么场合用这个魔法字呢 哦 容易容易 我平时呢 在出去之前我也会问妈妈 妈妈 请问我可以出去吗 啊 我学到了 如果妈妈说可以 我才出去 才是听话的好宝宝 对咯 嗯 李婷 你还有在什么场合会用上这个请字呢 哎呦 老师 有时候上课的时候我想要喝水那怎么办呢 嗯 上课的时候要记得我们要时常记住请字 如果您要喝水的话你可以说 老师 请问我可以喝水吗 啊 学到了 可是如果有一些小朋友啊 在上课的时候跑来跑去挡住了我的视线让我看不到老师教的东西啊 我应该怎么办呢 老师 安安 安安 你是否会呢 我们是否可以告诉丽婷呢 哦 我会 我会 刚刚老师教会了我们请 这个魔法字 嗯 丽婷 你试试开 用请字 呃 我会说 小明 小明 可以请你不要挡住我的视线吗 耶 对了 对了 接下来 嗯 丽婷 老师 你们看看 我要向你们介绍我的图书馆 哦 图书馆有很多可爱的书 哇 这家图书馆还特别地漂亮 色彩很鲜艳呢 是的 这是我学校的图书馆 好舒服呢 环境好美 我也想去参观呢 嗯 对了 可是我也是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嗯 平时我在看书的时候 我的朋友很吵闹 那我应该怎么办 那要问老师好了 因为有时候我会怕怕 不敢叫他们不要那么吵啊 啊 那简单啦 丽婷 安安 那在图书馆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温和的语气 脸蛋笑容 告诉朋友说 请你安静 啊 请你安静 那对方就不会不开心啊 因为我们很有礼貌 是的 记得脸带笑容哦 可是有时候啊 老师 我看到有一些同学 他们把书都乱丢在桌子上了 怎么办呢 嗯 那简单啦 你们可以说 请你把书放回原位 记得哦 在使用这个魔法之前呢 一定要脸蛋笑容 是 在图书馆是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 可是老师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个特别空旷 很大的空间的时候 那如果很多人走来走去 那应该用不上这个请这个字吧 脸婷 你是说操场吗 对对对对对 就是在操场人好多啊 嗯 如果人好多的话 可能我们是真的没办法吧 是不是 那我们想想看另外一些场景 在操场也可以用上的 比如说小朋友们啊 没有排队的时候 没有排队去操场的时候 那你可以怎么说呢 如果我是班长呢 我也要面带笑容 有礼貌地说 小朋友请大家排好队好不好 丽婷 好棒 谢谢老师 好 接下来如果小朋友是 你推我挤的不小心推到你了 我们这时候又要把魔法字 请字搬出来了 丽婷 你可否说说看 这个我就想不到了 你推我挤的 就是不要推了 那我们可以说请 请 请你慢慢走 请你别推我 记得要使用魔法字 这个是真的是学到好多呢 那除了操场 刚才我们还去了图书馆 还有课室 还有哪里可以介绍呢 老师 还有最后一个是 我们的多元用图中心 这个有时候啊 我们是上周会的时候会坐在这里呢 对了 丽婷 你好棒哦 因为我的学校没有礼堂 我们只有多元用图中心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在这里上周会 那安安 在这里上周会的时候我们会用得上请吗 是的 丽婷 你可以看看 比如说当朋友没有坐下的时候挡住了你的视线 你可以怎么说 朋友 请你坐下 太棒了 好 那我们再想想下一个场景还是一样的 请 比如说小朋友没有排队的话 你推我几的 你可以怎么说 哦 那跟操场一样咯 就在操场的时候我们也是说 请你慢慢走 请你不要推 耶 掌声鼓励鼓励 好 丽婷 今天我们学了一个魔法字 那是什么字呢 那就是请 好 太棒了 那我们可以在什么场景用上这个请字呢 比如说 比如说当我们对别人有要求的时候 我们要寻求批准的时候 我都会跟老师说 老师请问怎么样怎么样 老师请你让我怎么样怎么样 太棒了 掌声鼓励鼓励 好 谢谢黄老师的分享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再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还有什么礼貌的用语 这是我的考试 我的考试里有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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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小朋友 上课了 今天我们学礼貌的用语 在学校可以讲很多礼貌的用语 在这里我也看到 好像学校一样的设备 有圆圆的桌子 有一张小椅子 还有书包 我们请黄老师告诉我们 接下来要玩什么游戏 黄老师 黄老师 这书包是给我的吗 是的 丽婷 你可以开来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好的 那我坐下来 看看里面有什么呢 有彩色笔 好 然后一定要带铅笔盒上学 对不对 要写字 还有就是好多作业部和课本 很漂亮 道德教育 华文 还有写字 统统把它摆在桌子上吧 好棒 丽婷 你也可以开来看看 铅笔盒里面有什么呢 铅笔盒有什么呀 我看一看 来 打开 好多的文具呀 这个是江湖 对的 江湖 好 还有这个是什么呀 老师 这个应该怎么讲 剪刀 剪刀 可以剪东西的剪刀 好 这是我知道老师 这是尺 对了 好棒 尺 好 用来划线的 再来还有 这个是 我也懂 这是铅笔 是的 正确 铅笔 可是有一个我不会讲咧 老师 这个是铅笔盒了的时候 然后我们用来就是把它剪尖的 对了 它的名字是铅笔盒 铅笔盒 好的 然后写错字的时候呢 我要用它来擦掉 对了 它是橡皮 橡皮 我们都叫交叉 橡皮 好的 那 这也是我的铅笔 有时候就带两支去上学 它坏掉的话呢 我还可以用另外一支 好的 老师 看完了 哇 丽婷 好多文具 那今天这些文具书本书吧 老师就送给你了 谢谢老师 那接下来我看到 其实另外一张桌子啊 还有老师还准备了 很多的这个图卡 还有白板 我要走去看一看 到底有什么游戏在等着我 这个游戏可有趣了 丽婷老师现在要你从 这张桌子上 找出刚刚相关的图卡 有哪些呢 我最记得的就是有铅笔 对了 铅笔 好 那我先给老师好了 老师要怎么玩呢 这个游戏 我们先连上 这个游戏呢 只需要丽婷帮老师 从桌子上 找出相关的图卡 然后由老师来帮你贴上去 好吗 好的 好 刚刚丽婷找出的是铅笔 原来铅笔是这样写啊 对的 铅笔 然后老师把它捏上去 好 接下来丽婷再找找看 还有什么东西呢 刚才我们有桌子虽然是圆的 但是有一些地方的桌子是方的 太棒了 这也是课室里的东西 是桌子 对了 桌子怎么写呢 老师 桌子 桌子 有 还有什么呢 我也坐在一张椅子上 坐在一张椅子上 教给老师 对了 好 椅子 对了 刚刚丽婷找的是椅子 椅子 好 这椅子比较复杂一点点 要多多练习才能学懂呢 对了 小朋友们要勤劳学习哦 好的 还有我可爱的书包 刚刚老师说要送给我的哦 书包 对了 书包 好的 那交给老师 书包 书包我会写 书包比较简单 笔画比较少 好 丽婷太棒了 书包 书包 好的 它的字是这样的 对了 相信丽婷你已经学过了 这四种文具课室里的东西和文具 我们有铅笔 桌子 椅子和书包 丽婷来念一次 好 铅笔 桌子 椅子 书包 对了 好 好 丽婷 最后的最后呢 丽婷大概可以看到这里呢 有一些字 可是不是很清楚 那丽婷 你可以帮老师吗 那是什么东西呢 我来写吗 对的 你可以用彩色 对不起 可以用水彩笔 来沾一些颜色 然后你把它涂上去 那你就可以看到了 好 大笔一挥 赶快来写字 这个我可以写椅子 哦 椅子 好 丽婷 刚刚跟着 笔顺吗 跟着笔顺写字 是的 对 大概可以看到了 椅子 对了 椅子 好的 接下来我要写第二个字 我想要写桌子 桌子 好 桌子 桌子 再来是书包 我说书包比较容易写 因为它笔画比较简单一点 对 刚刚丽婷也有提起呢 书包 哎呀 差一点写错呢 太久没写字了 没关系 书包 好丑啊 下次我要带毛笔字来写 好 接下来是铅笔 铅笔比较复杂一点 它的步手是这个金字的步手 铅笔不叫对吗 铅笔 好像不太对 我们来看看 没关系 正确的写法 因为这个是老师考你 老师今天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因为今天老师也没教你们写字 最主要是我们能够认知 丽婷能够认住 这个差不多笔画的字 没关系 这是铅笔 铅笔 对了 幸好临时还有响起 真不好意思 好 丽婷 老师 我这个要给几分呢 我可以得到几分呢 丽婷是可以得到四分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 那最后呢 请丽婷把相关的那个图卡 黏上去好吗 好的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椅子 椅子 椅子 是这样的 太棒了 很好 OK 再来就是桌子 我有一张桌子 家里也有一张给我写字的 再来是书包 太棒了 你能够用出书包这个字 还有铅笔 对了 好吧 好棒 丽婷完成了今天的活动 谢谢老师 老师可以再帮我们重复一下今天我们学到的所有的词吗 好 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学了礼貌用语有五个 我们总共是你好 谢谢 早安 午安和晚安 那接着呢 在第二个环节我们认识了魔法字 请 好 我们可以说请你做什么做什么的 对不对 对 还有呢就是这些用语嘛 老师 是的 最后的一个环节呢 我们学习了课室里的东西 丽婷有哪些呢 就是有椅子 桌子 书包和铅笔 太棒了 小朋友们记得哦 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文具和我们课室里的物品 回家前记得把你的文具都带回家哦 谢谢黄老师 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一声谢谢啦 谢谢你们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课 那希望说下一次我们可以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早安 早安 你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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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好 我很好 谢谢你 谢谢你 我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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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